60級拿到紙片的時候呢 也就是說 奶就解封了 但是他60級的時候有4隻角色奶是封住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其中一隻 這是暗黑魔法的奶是封住的 所以這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4隻奶是封住的 5個 6個 這個是暗黑魔法 1 2 3 1 2 3 4 4個 然後 元素法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元素法有 1 2 3 4 5 5隻 大概3到4隻 那我說這個預告 要給大家 到時候來看一下 我們正在猜會不會是這種封住的 那就好笑了 也就是說你一定要靠課金 才有辦法把這個奶解封 如果他真的這樣幹的話 真的是讓我笑料大眼 我會覺得說這家公司的缺錢程度真的是 不會是第一名營收的遊戲 這個我跟觀眾最近 有觀察到這個重點 就是說你練到60級你有可能直接拿到的是一些 這種很醜的角色 最後 逼你花錢 才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像樣的模組 雖然說這個遊戲的模組對於角色強度玩法來講 並沒有太大 直接的改變但是這些 是很直覺的 因為畢竟你每天都看到這些角色 這樣的感覺就差很多 到時候讓我們看下去 會不會是練到60級呢 只是給這種東西 等到大概半年後大家應該練到60級 到時候可以來驗證一下 那這個 短片呢就當作是一種預告 可以拍到這裡 6個月後見整張